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我们上一节说 周恩来为宁都辉一事 检讨了大半生 那么一直到1970年代 披身整风的时候 依旧把自己的肛和馅上都高高的 那么并且提到了 说宁都会议掌军权 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 个人私心膨胀 我们上一节说 说私心膨胀是有背景的 私心膨胀它是有资本的 这个资本是什么呢 就是 民都会议结束之后 随之而来的 第四次反离角战争的胜利 那我们尽管我们说 我们说事实上这个 随之而来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胜利 主要应该归功于林彪 第四次反离角胜利 应该说是林彪的作品 或者是主要的战斗都是林彪的作品 那么为什么这个说这个第四次反离角的战争的胜利 这个给周恩来 以及他为首的 苏区中央局这一干反毛的这个班子 提振了士气 这个膨胀了他们的信心 包括他们的私心 因为第四次反离角 在当时的中国 在当时的中国的中央政府 当时中国的执政党 就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那边 把第四次围剿 那是看得非常之重 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战争这个决策 当时蒋介石做的这个决策 应该说是什么呢 是一场豪赌 在整个的国民政府序列 在整个的这个国民党的中央的这个军事决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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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畴之内 第四次对于以中央苏区为主要围剿区的这个围剿 这个禁销 那是有着相当的复杂 而又有标志性意义的这样的决策背景 那么金充吉先生 金充吉先生曾经关于第四次围剿 这个整个的这个决策的背景和过程 有过专门的这样的论述 我们做一下交代 金充吉先生说 为什么蒋介石在1932年发动了比123233年发动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 并且抱有极大的决心 蒋介石那时候 前三次反围剿 跟第四次反围剿没什么比 那种决心 力度 动员的兵力 金充吉先生说 要从当时的国内外的局势的演变 来观察 来分析 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 他说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几方面重大的变化 一个呢就是918事变 然后呢 日本占领了东三省 接着是128事变 日本开始进攻上海 直指中国最富庶的当时的江浙地区 那个时候南京政府就被迫迁都洛阳了 就是这个 抗人救亡的呼声 那时候在中国的民众中已经开始传唱 开始畅响 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因之而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北伐战争结束以后 南京政府那时候 这个张学良抑制了之后 那么南京政府当时宣称说统一了中国 尽管在说什么新疆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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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啊 什么这这啊 那都这个跟你中央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你宣布的统一呢 也是军阀割据下的 这个这个 引号的统一下的军阀割据状态 你两广 你这是没平过 西南诸省 是不是 你就发布红尼长城之后 你12秒 最后啊 你在抗日战争这个这个正式爆发之前也几乎没有平定过 说那时候尽管北伐战争结束以后宣称统一 但是这个 你像北方的冯云祥 燕西山 南方的你像这个 李中人 你像张发奎 连广势力啊 当时这个中央政府之外 国民革命军之外 就这些个 这个 冯延呢 什么 两广啊 还有近百万之众的这个众兵 都在这些军阀的手里 攥着 而恰恰就是 这些人 那 你 你方唱话我登场 都先后发动了公开的这个反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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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 那么呢 你要知道这个国民党那个时候内部的这些大佬呢 啊 那个时候 孙春三先生在世的时候就不是铁板一块 啊 这个孙文去世了之后 啊 这个 国民党内 事实上就是 四分五六的这样一个状态 国民党中央的这个上层的这些大佬呢 他们的发言权 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发言权啊 和力量 主要取决于他们联络的各地军阀 所以你像那个说这个 严吉山 冯一祥 啊 李中文 白生喜 张发回这些人 啊 当时他们在中国 在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内部 都有着 自己的这个代理人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什么呢 应该说是蒋介石尽管宣称统一了中国 但蒋介石手里握有的这份武装力量 你和这个反对他的这些力量 差不多 啊 差不多 应该说是难分中毒 啊 所以呢 才有了1930年 这个五月份开始的这个中原大战 不是啊 这个 严一山啊 联合冯一祥 对阵这个 这蒋介石啊 那一档打对蒋介石 那个出 叫叫什么新政权 哈哈 那是极大的考验 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 蒋介石一度呢 因为那时候 30年的时候这个毛主席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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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西啊 你包括鳄宇宛那边鳄宇宛和其他地方 这个共产党闹的这些红色区域也都是风风火火 但是那个时候蒋介石觉得哎哟大敌当前不是共产党而是什么呢 而是北方的这个风炎 所以那个时候30年的时候这个这蒋介石那个时候他的决策呢就是把力量全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妈的去跟风炎啊一争天下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打到打了几个月之后一直到了张学良 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明确的为蒋介石站台中原大战胜处才出啊 这个阎西山和这个冯玉祥他们的联合就就他们就就就就撒了 就解铁了于是呢这个国民党内部啊这个力量对比啊又发生了对蒋介石很有利的这样的变化 但是紧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啊 因为当时的这个呃丢掉了东三省啊 那么整个的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这个那是叫民族为王吧啊民族为王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救国啊是不是啊这个这个呼声抗日的呼声 日甚一任一日是不是啊啊逐浪高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因为对于时局的判断啊 这个跟自己的利益挂上桌以后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大佬们都有着不同的这样的实际官呃实际官和他们的不同的判断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国民党内部当时三足鼎立嘛 蒋胡汪就蒋介石胡汉民和这个汪金内三足鼎立的状态之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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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啊这个丢了东三省国内的这个抗日和民族救亡的这个这个呼声日甚一日 所以呢 国民党内部的这个三派嗯 短暂的这种联合啊就贫于贫于分裂 呃 在这种情况之下 梁广啊这个李宗人白崇喜和张发辉他们哎 然后这个就开始闹了共和国吗呢 梁广那时候都李继生了什么是不是啊 都说中华共和国都搞成 跟什么蒋介石他们就开始这个就这个叫板了 那就叫板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巨大的压力之下 国民党朝也上下 蒋介石那个时候 他们这是一下子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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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各方的压力之下 地方的军阀压迫他啊 中央内部的胡汉民和汪精卫联手跟蒋介石唱这台戏 所以这个四面楚歌之下的蒋介石 曾经在1931年的12月份啊就下野了 那时候蒋介石下野的时候他辞去了 基本上本间职务基本都都辞去了 那时候蒋介石那是不得了啊 那时候是一巴名正言名正言顺的事实上的国民党一把手 国民政府一把手 结果都都辞去了 那时候他辞去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 这是蒋介石 蒋介石他还见着行政院长 就相当于他国家主席兼总理 他都自己他都当 蒋介石院当官的时候 蒋介石最多的时候 本兼职在中华民国1946年47年的时候 好像在本兼职最多的时候 建了八十多个职务呢 是不是啊 全国几年 三十年代的时候 全国禁严运动委员会的主任都是他 所以这个蒋介石那时候 你上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辞了 行政院长的职务辞了 然后呢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个职务啊 全辞了 就是蒋介石那时候宣布下一个 所以那时候呢 这对蒋介石来说 简直是他妈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黑暗至极的政治岁月 但是呢 一旁边蒋介石下雨了 那么呢 各地方势力得逞了 然后这个 蒋介石的对立面的 胡罕民汪精卫他们呢 也得也得适于一时 但是那个时候呢 确实在国民党那一步 你说蒋介石走着 胡罕民和汪精卫他们俩 谁一群带身 胡罕民那 国民党大元老啊 是不是啊 汪精卫 又能长得 长得又那么好看 是不是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没有一个能出来代替蒋介石的 这样一个人物能够出来 就是像蒋介石一样 他妈能把这个党政军什么的 那时候 在在下野之前的时候 还短暂的一个事情还搞得比较服务 比较服务 于是呢 于是呢 也是做一个妥协 说怎么办呢 他妈我们自己 他妈的掌控不了这局面 不能完全掌控这局面 尤其是军队 说这样 干脆让他让蒋介石再出山吧 让他这个这个恢复他一点职务吧 就这么着 南京政府那时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当时又决定让蒋介石出山做叫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个职务和这个机构当时就设立了叫军事委员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然后呢 让蒋介石做做委员长 蒋介石的称呼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你知道从那时候开始了 所以你看他不是国民政府主席 也不是国民党中央的主席或者什么 他也不是什么行政院长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他也不是总司令 但是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然后呢 授权他统帅南京政府属下的这个军队 全部的这个军队 来 这蒋介石又属于半个生子又回来了 并且回来呢 是执掌的是他最看重的 事实上当时也是最重要的权力什么的军权 又开始准复军队 尤其包括他的一些嫡系部队 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麾下 当然了 敌系部队都归他指挥 包括各地方 各地方杂牌军呢 是吧 地方部队各军阀 事实上就是 尽管 这个这个 明正言不顺 但表面上还是明正言顺的 得归这个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领导的 归蒋委员长领导 所以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呢 又重新的短暂的下野之后又重新的部队的回归了他最看重的这个这个权力中心 并且执掌了当时的所有的公民政府军权 而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大动干戈 发动了对共产党控制区域的这个第四次围剿的这个背景 你按理解说当时啊 蒋介石你回来了 执掌的军权了 其实当时对蒋介石来说 摆在他面前的是有两个大事 跟你军事有关两个大事 需要他做出判断和选择 一个是什么呢 他要么就是北上抗日去 南西政府 帅军 沙本都三省 匡乎就地 这是 这个是当时应该说是最符合中华民族 这个整体利益的 也最顺应民心的 这这这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北上抗日去 第二个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任务就是 南下缴匪去 要北上抗日 要南下缴匪 南下缴匪 缴区就是缴的 以毛主席他们这个开创的这个中央苏区为主的 这个共产党的这些根据地 而恰恰的 这个事相对于北上抗上来说 那你在民心上你就不太服了 是不是 你那个应该说是一虎百云 你这个共产党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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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中 各方势力还有自己的影响 是不是 再跟你用现在的话 用这个谁 用这个崔天凯的话 说这不就落入了别人给你设计好的陷阱吗 中国人打中国人吗 所以那时候 南下缴供这个事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面对着很多很多的质疑反对之声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他看的还是比较到 他认为什么的这个 这个共产党啊 那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大汗 哈哈 这第一大汗 他认为这个 相对于日本人 啊 共产党才是最后要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包括他常给神本人的 命的 啊 这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力量 哈哈 这个 嗯 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南下缴供 一定会 招来一片的骂声 还是北上抗日 但是呢 这个尽管对明星赴明依 但是他知道呢 这个日本人 哎呀 蒋介石在日本他学习过 是不是啊 学过怎么当台长 哈哈 啊 他知道 其实他事实上他知道 他打不过日本人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有了后来的抗战争的奇 奇观的时候 37年开始对于作战了 七七事变之后 啊 始终不敢对日本人宣战 一直到那珍珠港事变 然后美国对日本人宣战了之后 中华民国政府才敢对日本正式宣战 是不是啊 蒋介石怕日本人 怕的 他妈就有点 像今天的共产党 这些人 他妈的 这这这这 共产党的这些人 怕美国人一样 哈哈 所以他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他也知道这个人心的顺利 所以那时候他决定 到底是北上的 还是南下 这个事的时候啊 他着实是这个 废了一番的私量 一番的私量 他在1932年的 3月2年的9月份的日记里头 曾经这么写过 啊 他说 今日所谈者为北方问题 啊 北方 日本人的事 如不先掌握热和 则对日无从交涉意 就是你跟日本人 要打日本人的话 你还 首先你还得可以把热和这事 什么的 把热和还先拿到手 那时候那四分五裂的国家 啊 则对日无从交涉也 外交则不能强劲 只有待机 中央则与汪合作也 此时党国并入高荒 对外无论如何危机 只有按部进行 他是对外啊 对于战争准备 由不可急求 唯有尽我心力而已 他说 外交这块对日文 唯有尽我心力 不能着急 对于国内政治 亦只有尽力改革 不能急 急急急求成也 啊 这是他九月份时候写的 十二月份的时候 他还写了一句 写说 昨夜 半醒后 思虑窝寇赤匪与华北处职 就是窝寇北方 说赤匪 还有华北 华北那时候 日本人渗透华北 华北的伪政权 都快成立了 那时候 是不是啊 然后他 就是对于蒋介石来说 在那个时候 反过抗日两者 孰众孰勤 如何安排 那个急 那个缓 事实上 当那时候 已经到了谁下去 心不可的时候 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进入到1933年 那时候 蒋介石 啊 最后 下了攘外 必先安内的 这样一个决心 集中力量 要反共产党 所以他在1933年 1月20号的日记里 就写了 他说 近日 甚至赤匪与倭寇寇 二者 必舍其一 而对其一 如专对 倭寇 则恐明末 之寇乱 以至父王 就是怕 重蹈明末的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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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或如苏俄 之科伦斯基 啊 及土耳其 之千年党 画虎不成 一笑 钟爱 他说如果他老 现在要是北上 抗日 弄不好就这 这个结果 1月29号 他在日记里又写 非常明白的写了 说于决 就是他下去写了 于决先脚赤匪 而后对日 此次来干 那时候他已经到了 去江西了 此次来干 所以决定大政方真业 坐镇南昌强 亲自主持第四次反交 他当时就指明 说这次 这个围剿 不是发动一次 通常的战役 而是实现 啊 这个 他心中的 那个关乎全局的 那个大政方真的 关键举措 这是蒋介石 啊 就这么重视 在内忧外患之下 几经思虑下了 这么一个决心 要第四次进脚 所以第四次 共产党的反面脚的意义 为什么如此 这是重大呢 就是蒋介石 第四次反面脚 必于一扫中共 这个这个红 红区 啊 一局脚灭红区 又是后快的 我们在实战实说里面 曾经说 第四次反面脚 胜利的意义是什么呢 啊 第四次反面脚 林彪 为什么说 有功于大 哈哈 这个建立了大功了 第四次反面脚 立了大功 因为第四次反面脚 按照蒋介石的决心 和他的力量投入 如果失败了 那好 中国共产党 和中文人解放军的历史 都得冲写 您说吗 弄不好 第四次反面脚 如果林彪不打那两仗 啊 长征可能提前一年就开始了 那他妈的这个结果到最后 什么样子都不好说了就 就都不好说 今天聊到这 谢谢大家